米兰官方宣布提前偿还李永宏1.28亿欧元债券虎铺9月26日讯,根据意大利媒体Football Italia消息,AC米兰已经官方宣布,提前偿还了前主席李永宏发行的两笔,总计1.28亿欧元的债券,此前这位中国商人为了偿还投资公司的7300万欧元借款,发行了这两笔债券,而此后他被埃利奥特基金赶下了台。 今天早些时候,埃利奥特基金通过米兰官方宣布,他们已经提前偿还了这两笔债券,有效地清除了金融债务,米兰官方今天的通告显示,他们已经通过行使自愿选择提前偿还的条款,达成了提前偿还债券的协议,9月28日就将生效,编辑,姚凡。